第1611章轮回地幕 刺马亮和赵狂 两人的攻击 都是霸道 蛮横 直接 两人不断碰撞 整座城池在不断的轰鸣 大战如狂 两人头顶的天空 同时浮现出天地异象 灵体的根本 乃是血脉 是由血脉转化而来 所以 天地异象从某种意义来讲 也是血脉的一种体现 就如入名的天地异象 乃是一条九龙在飞舞 他凝练灵体的血脉 本身就是九龙血脉 天空中 四大天骄激烈交锋 大战了一百多招 依然不分胜负 后来 赵狂发狂 居然把万天成和黄灵一起拉进去 变成了四人混战 这就是百足战场 动手不需要理由 只为磨练己身 四人混战 场面更加火爆 又大战了一百多招 依然难以分出胜负 最后四人分立四方 同时停下了大战 哈哈哈哈 今日真爽 真是痛快 我们赶日再战 赵狂一笑 显得有些争鸣 然后转身就离去了 接着 司马亮也踏步离去 最后万天成与黄灵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 都有冷光闪过 然后也转身离去 飞入城池之中 一场巅峰大战结束 但引起的风波 却远未结束 许多人都在猜测 这些天骄来此 到底所为何事 这附近 肯定有大事发生 或者有什么宝物出事 一般只有宝物出事 才能吸引这些天骄来到百足战场外围 而陆明 已经回到了客栈的房间中 万天成等人的战力 的确十分恐怖 给陆明很大的压力 可许然一样 万天成 黄灵他们 都是第二阶段的半圣 但战力之强 却远超许然 陆明现在就算是爆发全部的力量 也不是对手 他必须要继续突破 更快的突破 才能与这些天骄抗衡 陆明盘西坐于悟道古树下 以天道石辅助 一心悟道 这段时间 他不打算去修罗台战斗了 如今万天成来此 他施展万兵决之事 万天成肯定会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 陆明主身一心悟道 而次身 有时会议融出去 打听消息 三天之后 一条消息 传遍全城 消息称 黄灵 赵狂等人之所以从百足战场深处来到此地 是因为这附近 可能出现轮回大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消息一出 满城哗然 在百足战场 一直有一条传说 传说上古百足一战 惨烈无比 陨落了太多的强者 胜者陨落不知数 地级强者 陨落的都不在少数 据说 大战结束后 有志强者进入此地 为九位陨落的最强大地分别修建的大墓 将九位大地埋葬在大墓之中 这九座大墓 被后人称为九地墓 据说 九地墓之中 有大地传承 但是 这么多年以来 无数强大天骄进入百足战场 希望寻找到九地墓 但几乎无功而发 无人知道九地墓在哪里 无尽岁月以来 九地墓 只出世过一座 被一位天骄得到 那位天骄 就是如今的千沙五帝 据说 千沙五帝就是凭借其中一座九地墓的传承 修炼成五帝 创建了如今的让人胆寒的千沙府 一座地墓 成就一个庞大实力 这是何等的诱人 如今传说 九地墓之一的轮回大地墓 要出世了 这附近 会出现了轮回大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自然引起了无数人的震惊 事实也证明 确实如此 之后 万天城 黄陵 赵狂等人 分别派出属下 在附近搜寻起来 传说 轮回地墓的地图和钥匙出现的地方 会有轮回之光闪现 不仅是几大天骄的属下 之后 城池中无数天骄 涌向外面 寻找轮回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转眼 又过去了十几天 陆明跨入百族战场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陆明的胸尾 每天都有提升 现在 他的胸尾 已经达到了五黄八重巅峰 这时 一条消息在城池中传开 有人发现了疑似有轮回之光出现的地方 在百族战场 更外围的地方 无数人向着那个地方赶去 而陆明刺身 带着山河图 跟着人群 也向着那个地方而去 跨过漫长的距离 他们来到一片大山之地 然后 他们找到了一条裂缝 向下跃去 居然是这里 陆明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这里 居然就是之前陆明猎取摩煞金的地方 轮回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居然就在这个地方 带着金翼 陆明跟着人群 也跃下了裂缝 这里的魔物 居然有摩煞金 还真的是摩煞金 这样一个宝地 之前居然没有发现 进入不久 很多人就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这里的魔物 居然蕴含摩煞金 顿时 很多人散发炽热之光 在这个地方 寻找魔物击杀 夺取摩煞金 咦 那里还真的有光芒浮现 陆明向着一个方向看去 那个方向 有一道奇异的光芒浮现 那光芒似乎有六种不同的颜色 在不停的变幻 如六道轮回一般 那就是轮回之光 我之前在这里都没看到 难道是近期才出现的 陆明很是诧异 秋 秋 破空之声响起 陆明看到 万天成 黄灵 赵狂 司马亮四人 速度最快 化为四道红光 向着那个方向飞去 接着 其他天骄也纷纷向着那个方向飞去 走 陆明踏空而去 跟在众人身后 不久之后 他们来到一条山谷之前 这么巧 居然会在这里 陆明更是诧异 因为这条山谷 正是之前他引万天成来的山谷 在里面 陆明找到了十条龙谷 龙神战体一举进化为天灵体 轮回之光 居然就是从这山谷深处散发出来的 当初他在的时候 真的没有 吼 吼 吼 山谷中 魔物嘶吼 吼笑惊天 简然 很多人进去 惊动了魔物 不好 好多强大的魔物 都是半圣级别的 啊 还有圣进的魔物 不好 退 快退 山谷中一片嘈杂 许多人拼命地冲了出来 但依然有一声声惨叫响起 有许多人被魔物击杀了 不行 这条山谷中的魔物太强了 根本冲不进去 很多人叹息 极其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第1612章半圣傀儡 山谷中出现的魔物 几乎都是半圣魔物 还有好几只圣镜魔物 不要说五皇八重九重 就算是半圣 也是死路一条 许多人不甘地观望之时 陆明已经悄无声息地冲进了山谷 趁别人不注意 陆明悄无声息地转换了身体 自身进入山河图 主身从山河图中踏出 吼 一只半圣魔物 向着陆明杀来 陆明心念一动 他背后 这预备的气息散发而出 这只魔物眼中露出一丝金句之色 嘶吼一声 便主动退走了 陆明畅通无阻 冲进了那块白骨铺旧之地 而轮回之光 便是从这深处散发出来的 原来这里还不是尽头 还有更深处 陆明心中一动 上一次 他走到这里 就止步了 没有继续深入 没想到 更深处 还另有乾坤 吼 吼 山谷中 魔物吼笑如雷 盛微弥漫 一只巨大的魔熊 正在全力追击一个青年 那青年 是赵狂 对面圣镜魔物 赵狂不敢硬拼 以身法闪避 最后在付出了一些代价之后 成功地冲进了山谷深处 而那只魔熊怒吼一声 却没有继续追击 陆明目光一扫 没有看到万天成 黄灵 司马亮三人 想必三人 也成功地冲了进去 以他们四人的战力 即便不敌圣镜魔物 但想要冲进去 还是可以办到的 这里 依然还有人 想要冲进去 都是半圣级别的人物 陆明看到了许然 不过 这些人的战力 要差了许多 在圣镜魔物的攻击下 只能受伤败退 仓皇逃了出去 有些第一阶段的半圣 更是直接被圣镜魔物一巴掌拍死了 翁 陆明背后 镇狱被浮现而出 那些魔物看到他 纷纷避退 陆明轻松地通过了许多魔物的阻拦 向着里面而去 这块白骨之地的深处 还有一条山谷 一直通向里面 这条山谷 并没有任何魔物 陆明冲到这里 便将阵域背收了起来 然后收敛气息 向着山谷内走去 山谷很长 却没有任何危险 陆明畅通无阻前行 不久之后 山谷到了尽头 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山 阻断了去路 大山下方的墙壁上 有一个山洞 那轮回之光 就是从这个山洞中散发出来的 一道身影 站在山洞前 是司马亮 轰轰 山洞之中 传来沉闷的轰鸣声 里面 似乎在发生激烈的大战 似乎听到动静 司马亮向着陆明看来 当发现陆明的修为后 他的眼神中 露出惊异之色 似乎没想到 一个五黄八重之人 居然能来到这里 轰 轰 山洞之中 轰鸣声更加剧烈了 然后一道魁梧的身影 从山洞中冲出 是赵狂 此时赵狂显得有些狼狈 嘴角带着鲜血 气息显得有些虚弱 骂得 那么多傀儡 真是难缠 赵狂咒骂了一声 随后目光一扫 看到了陆明 惊疑了一声 山洞内 轰鸣依然不断响起 接着 又一道身影 从山洞内冲了出来 却是万天成 他与赵狂一样 也受伤了 有些狼狈 他目光中 带着冷意 目光随意一扫 然后落在陆明身上 饺子 是你 万天成眼中 迸发出惊人的杀鸡 当然是我了 怎么 是不是当初送你的礼物 太贵重了 让你特别感激 陆明淡淡一笑 特别是那礼物两个字 咬得特别重 找死 杀 万天成迸发出冷裂如刀的杀鸡 一步踏出 剑气冲销 向着陆明斩杀而去 他对陆明 恨之入骨 陆明居然当着他的面 斩杀了他的两个属下 这还是小事 后面 更是把他引到这条山谷 借用魔熊的力量对付他 关键时候 还偷袭他 将他重创 如此奇耻大辱 他恨不得将陆明剥皮抽筋 此时一见到陆明 直接就下杀手了 陆明头顶 一座宝塔悬浮 泡泡就躲在里面 泡泡现在 修为也进展神速 他每日炼化时空晶石的能量 现在已经到了五黄九重的级别 时空领域笼罩陆明 陆明身形一晃 便避过看万天成的攻击 那是时空领域 那座宝塔 具有时空领域之能 赵狂 司马亮 眼睛都是一亮 讲走 给我死 万天成冷喝 他身上亮起一个个光点 一把把圣兵浮现而出 圣兵呼啸 战兵之气纵横 万兵诀 我也会 陆明大喝一声 他的身体也发光 一把把圣兵浮现而出 看到这一幕 万天成瞳孔急剧变大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大吼起来 万兵诀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修炼成功 就连一旁的赵狂和司马亮 都目瞪口呆 万兵诀 需要领悟万兵领域 才能修炼成功 而万兵领域 一般人想要领悟 那是极难极难 而万家 因为体制的原因 一些天骄人物 才能领悟出万兵领域 修炼万兵诀 但陆明怎么会修炼成万兵诀的 趁着万天成愣住的时候 陆明在泡泡的帮助下 身形一闪之下 就冲进了那个山洞之中 一冲进山洞 陆明目光一扫 第一眼 就看到了黄灵 此时 黄灵似乎都快要化成一只凤凰了 他浑身沐浴在不死天皇火焰之下 正在与十几个身影 激烈对抗 傀儡 陆明目光一扫 就发现 那与黄灵激战的十多个身影 虽然为人形 但毫无生命起击 全部都是傀儡 这些傀儡的战力极其强大 居然都是相当于半生第三个阶段 法则灌体的存在 接着陆明目光在一扫 发现山洞内的范围非常广 在山洞最深处 有两根石柱 石柱上分别悬浮了一样东西 其中一样 是一块玉符 另外一样 是一把漆黑的钥匙 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 第一时间 陆明老海中 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不过 在石柱四周 站立着一个个人形傀儡 一眼望去 人形傀儡的数量 足足有数百之多 全部都是相当于半生第三阶段的存在 杀 陆明刚瞄了两眼而已 就有一些傀儡发出冰冷的喝声 向着陆明杀来 第1613章一人一见 轰 其中一个傀儡 一拳轰出 空气发出恐怖的呼啸声 威力极其惊人 陆明运转这一天宫 也跟着一拳轰出 与那傀儡对了一拳 一声俱响 陆明身形微微一晃 感觉手臂发麻 靠强的力量 陆明感觉 那傀儡的力量 完全能与许然相媲美 许然是半生第二阶段的修为 但它是上等地灵体的存在 本身就是能越即而战 与一般半生第三阶段相当了 杀 杀 杀 接着 有更多的傀儡 扑向了陆明 足足有十几句 这么多傀儡一起出手 威势惊人无比 难怪万天成等人 都被击退了出去 这些傀儡 甚至比同级的武者更难缠 因为他们无惧生死 同皮铁骨 战斗起来 战力非常惊人 那么多傀儡 陆明不敢应接 在泡泡的帮助下 身形不停地闪烁起来 帝国这些傀儡 后方 山洞口 万天成跟着冲了进来 但也同样遭到了很多傀儡的围攻 这些傀儡 一只的力量 还有限 但当十几只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威力惊人无比 就连万天成的这样的天骄 都被压在下风 最终 他不甘地退了出去 而陆明在泡泡的帮助下 显向还生 另外一边 黄灵沐浴在神火之中 不断地向着里面冲击 想要冲过傀儡的包围 拿到轮回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不死天皇体 果然非同寻常 有不死的特性 生命力太强了 陆明心里惊叹 黄灵的战力 或许和万天成等人相差无几 但生命力之强 却甩开万天成等人几十条街 黄灵沐浴在神火之中 已经被傀儡击中多次 但依然顽强地向前冲 不对 这些傀儡似乎按照阵法排列的 忽然 陆明目光移动 山洞很大 起码有几百个傀儡 遍布各方 但陆明发现 同时围攻他们的 最多只有十几具傀儡 其他傀儡 木然不动 比如说他冲过一些地方 有些傀儡就停止动手了 但会有新的傀儡加入 围攻陆明 数量 始终在十几个的样子 陆明目光闪动起来 这些傀儡似乎是按照某种规律排列的 七面移动 刺身踏步而出 他的头顶 太极阵盘悬浮 一个个小巧的太极图案浮现而出 洒落在地面之上 翁 地面发光 一条条纹路浮现而出 形成一幅巨大的阵图 果然是阵法 陆明低语 他发现 那些傀儡 每一个站立的地方 都有玄机的 站在阵法的关键点上 那些傀儡 是按照阵法的运行出手的 所以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十几个傀儡 同时发动进攻 而且由于阵法的加持 十几个傀儡的威力 都非常惊人 若是普通十几个半圣第三阶段的武者 是绝对挡不住万天成这样的天骄的 甚至还要被他击杀 但现在 十几个相当于半圣第三阶段的傀儡 却能压制万天成 赵狂等人 还能把他们击伤 这就是因为阵法的加持 让十几个傀儡的威力 惊人无比 另一边 黄陵看到地面浮现的阵法后 目光看向陆明 当看到两个陆明后 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这时 刺身一步踏出 重新没入到陆明的眉心 消失不见 而陆明主身 却一步跨出 这一步跨出的时候 那十几只傀儡攻击 居然极其诡异的轰击在空处 接着 陆明又是一步跨出 如同之前那样 十几只傀儡的攻击 又轰击在空出 仿佛对不准陆明一般 陆明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已经看出了这个阵法的弱点 他每一步踏出 都落在这个阵法的弱点 也可以说是这个阵法的盲区上面 让那些傀儡的攻击 全部落在空处 刷 刷 陆明如闲停信步 东一步 西一步 而那些傀儡的攻击 全部轰向陆明的身旁 没有一招 击中陆明的 陆明在快速地向着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而去 另一边 黄灵有些急了 凤鸣响起 他不顾自身受伤 强行向前冲击 两人都极快地靠近两根石柱 大约一分钟之后 两人几乎是同时冲过了傀儡的包围 向着两根石柱冲去 在两根石柱中围的一片区域中 并没有傀儡站立 而且 当他们冲过傀儡的包围 来到这片区域后 那些傀儡 也不追击了 纷纷回到了原位 站立不动 刷 陆明一把抓住了一块玉牌 而那一把黑色的钥匙 却被黄灵抓在手里 随即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有些紧张 这位兄台 你手上的玉牌 应该是地图吧 不如你将地图给我 让地图与钥匙会合 不然 我们两人每人一种 都没有用 黄灵骄声道 身上弥漫出强大的气息 锁定路名 的确 单独一种 的确没用 你有钥匙 却找不到轮回地幕 唯有地图 即便找到了轮回地幕 也进不去 不如这样 你把钥匙给我 让地图和钥匙会合 陆明笑道 身形慢慢后退 露出戒备之态 陆明 该死 他们得到了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 这时 几声落后响起 原来是万天城 赵狂 司马亮三人又冲了进来 他们自然看到 地图与钥匙 都落在陆明和黄灵手中 不过他们遭遇到一群傀儡围攻 他们可没有黄灵的不死之体 扛不住傀儡的围攻 一会之后 不得不退出山洞 你叫陆明 黄灵眨巴的眼睛道 不错 陆明点头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黄灵身上 怕他突然出手 陆明 我要出手 你恐怕保不住轮回地幕的地图 黄灵道 是吗 我看未必 陆明一笑 眉心发光 刺身踏步而出 与陆明并排而立 头顶悬浮太极阵盘 强大的气息 弥漫而出 分身 不对 是同一人 奇妙 真是奇妙 黄灵的目光 在陆明主身与刺身身上流转 露出惊叹之色 黄灵 你虽然是不死天皇体 但不死二字 也是相对而言的 并非真的不死 只是生命力强而已 刚才你强向闯过来 恐怕也受伤不清 战力大打折扣 真要动手 未必是我的对手 陆明微微一笑 露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第1614章连手 陆明的话 让黄灵的目光闪烁起来 的确 刚才强闯过来 他确实受伤了 不死天皇体 并非真的不死 只是生命力更强而已 若是力量达到一定地步 他依然要死 而且 就算你能胜我 夺取轮回地幕的地图 你能出得去吗 外面可是有三个高手等着呢 陆明继续开口 让黄灵的目光 更是闪烁起来 过了半想 黄灵忽然目光一转 露出一丝微笑 如牡丹花开 美艳不可芳物 说实话 黄灵很美 在陆明遇见的人当中 也唯有些面青等寥寥数人 能与黄灵媲美 陆明 不如我们联手如何 黄灵开口道 联手 如何联手 陆明目光移动 问道 我们联手 一起冲出去 而你手上有地图 我手上有钥匙 我们可联手 寻找轮回地幕 开启轮回地幕 一起瓜分 轮回地幕中的 宝物和传承 如何 黄灵道 这倒是个好注意 好 我答应了 陆明稍微沉吟了一下 便答应了 如今 没有比这个 更好的办法了 陆明手中 空有地图 没有钥匙 他拿到地图 也无用 而以他的战力 想要从黄灵手中 夺取到钥匙 然后在万天成三人的 包围中冲出去 也几乎不可能 所以 唯有与黄灵合作 才是上策 山洞之外 万天成三人将山洞围住 脸色很难看 黄灵 那陆明于我有仇 你只要杀了他 将他手中的地图给我 我们两人联手 一起冲出这里如何 忽然 万天成开口了 声音传进山洞之中 赵狂与司马亮 脸色同时一变 若真是如此 黄灵与万天成联手 他们拦不住对方 黄灵 你若是将地图给我 我可以和你联手 另外我可额外答应你一个条件 只要我能办到 绝不推测 赵狂也立马开口 许诺了更加丰厚的条件 黄灵 你若和我联手 等找到轮回地幕之后 里面的宝物 你可多取走一些 赵狂也跟着开口 都想与黄灵联手 在他们看来 黄灵要击杀陆明 没有丝毫问题 山洞内 陆明目光一闪 道 他们所说的 对你来说 不失为一个更好的主意 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动心了 你当我黄灵是什么人 这么言而无信吗 我既然答应与你联手 就不会反悔 黄灵美谋一顿陆明 有些不爽道 是吗 陆明似笑非笑 当然 黄灵一脸正色 然后道 我现在需要疗伤 等我完全恢复 我们一起冲出去如何 冲出去 陆明沉思了一下 半想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道 你若恢复到全盛时期 能不能拦住赵狂宇司马亮几分钟 我若在全盛时期 施展秘术 拦住他们两人三分钟没有问题 再久 就不能了 你想干什么 黄灵道 杀人 陆明冰冷开口 杀人 杀万天成 黄灵美谋一顿道 不错 不过需要等一段时间 陆明点点头 黄灵眼中 露出一丝惊骇之色 陆明居然说要杀万天成 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陆明 修为不过是五黄八重巅峰而已 能杀了万灵天成 以我现在的修为 的确很难 所以我需要突破 而你 不也正好需要疗伤吗 陆明道 是的 这里的傀儡大阵 不正是磨练的最好之地吗 反正他现在不急着出去 干脆就在这里修炼 等突破五黄九重 击杀万天成 他就有些把握了 好 那我们就在此地 等一段时间吧 言霸 黄灵走到一旁 盘膝而坐 浑身火焰弥漫 开始疗伤 表现出一副很信任陆明的样子 当然 他不可能没有戒备 若是陆明有什么异动 他可瞬间爆发强大的攻击 陆明一笑 随后刺身返回山河图 陆明却一步踏出 踏入傀儡大阵之中 顿时 一个个傀儡 冲向陆明 向着陆明攻击而去 爆发可怕的攻击 陆明没有踏入阵法的弱点躲避 而是以正面的对抗的方式 与傀儡大战 不过 这些傀儡 连万天成等人都能击伤 威力实在强大 没有几招 陆明就被震伤了 口吐鲜血 不得不退回石柱边上的安全区域 这时 正在疗伤的黄陵睁开双眼 露出惊讶之色 到九龙之体 你以前觉醒的血脉 乃是九龙血脉 不错 九龙与不死天皇 同为石墙战兽之一 龙凤城祥 你说我们是不是天作之和 看着黄陵娜美丽的面孔 陆明忍不住调戏了一句 是吗 如果你的修为能追上我 或许 我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哦 黄陵眼中闪过一丝一色 狡黠一笑 修为追上你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现在正好有傀儡守门 正是及时 有些事情 不如现在就办了怎么样 陆明的眼光在黄陵娜 凹凸有致的身上乱描 带着一丝邪笑 走向黄陵 你 你想干什么 原来你也是个好色之徒 你不要过来 看卓陵明走来 黄陵脸色变了 身上弥漫出凤凰火焰 紧张的叮卓陵明 哈哈哈哈 陵明突然大笑 转身走到一旁 盘坐疗伤起来了 可恶 黄陵咬牙切齿 知道被陵明耍了 陵明受到的伤不重 不久 他的伤势就痊愈了 痊愈之后 陵明并没有第一时间 踏上傀儡大阵 而是沉思起来 如今 他的功法之术 有万兵诀 叙使十三机 正欲天弓 混沌翻天印 暂时够了 现在 他需要修炼一种身法领域武技 弥补身法上的不足 陵明在九龙的记忆中 搜寻起来 不久 陵明眼睛一亮 他找到了一门身法武技 风雷布 就练风雷布 需要领悟风雷领域 这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丝毫问题 风雷布 结合了风雷的特性 动之如雷电 又有风之清零 是一种顶级的身法领域武技 陵明细细参悟起来 直到过了几个小时 陵明又踏上傀儡大阵 十几只傀儡 纷纷向着陵明攻来 陵明身上弥漫出一个各光点 十把圣兵飞了出来 陵明一手持长枪 一手持战舰 分别轰击而出 第1615章 五皇九重 空 空 长枪与战舰 分别与两个傀儡轰击在一起 陵明身体大震 连连后退 那是万兵诀 这一次 黄灵又被陵明惊到了 陵明居然修炼了万兵诀 这可是万家独有的绝学啊 他感觉 越来越看不透陵明了 抓 抓 同时 另一边 又有几个傀儡 攻向陵明 视若奔雷 陵明眼睛微微眯起 精神高度集中 就在傀儡的攻击 要攻到陵明的时候 陵明身形猛然移动 有风雷之光闪现 显而又显得避过了几个傀儡的攻击 他施展的是风雷步 接着 左右开弓 长枪和战舰轰击而出 又挡住了另外两个傀儡的围攻 陵明没有以傀儡大阵的弱点比避开 以纯粹的战力 和傀儡大战 磨练自身 不过 在傀儡大阵之中 十几只傀儡的战力 远在他之上 他只能竭尽全力 将身上的潜力压迫到极限 与傀儡大阵对抗 这一次 陵明勉强抵挡了十招 就陷入了致命的危机 不得已之下 陵明才脚踏傀儡大阵的弱点 避开攻击 退到安全区域 休息之后 便继续踏入大阵 与傀儡大战 每一次 陵明都要将自己逼迫到极限 陷入致命的危机后 陵明才会通过大阵的弱点 避过攻击 这样一来 陵明虽然不能进入生死空灵之境中 但进步依然神速 风雷部刚开始修炼 进步最快 连续突破 很快就破入第三个层次了 而混沌领域 也进展很快 开始向着九级领域发起冲击 山洞外 万天城 赵狂 司马亮三人脸色很阴沉 站在外面 死死地盯着山洞 听到山洞内 传来剧烈的轰鸣声 三人脸色各异 里面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黄灵出手对付那个小子 机人猜测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万天城冷漠开口 冲进了山洞之中 然后赵狂与司马亮 也冲进了山洞之中 一冲进山洞 他们就遭到了傀儡的围攻 同时 他们看到了陵明正在与傀儡大战 三人露出疑惑之色 退出了山洞 那小子怎么与傀儡大战 难道他们得到地图和钥匙后 出来时 也会被傀儡围攻 超狂疑惑道 应该是如此 司马亮道 他们能冲过去 就肯定能冲出来 我们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击杀他们 然后地图和钥匙 我们三个 各凭本事 万天城道 他的目光很冷 他一定要杀了陆明 那个小子 为什么能够修炼万兵诀 难道是因为他的领域 那小子的领域 像极了传说中的混沌领域 但天下间 真的有人能修炼成混沌领域吗 万天城脑中 不断地转着念头 他们三人 一直守在山洞之外 而山洞内 陆明在抓紧一切时间修炼 转眼 半个月便过去了 山洞内 傀儡大战之中 陆明身形不停地闪烁 与傀儡大战 陆明枪出如龙 剑出破天 威力惊人 与傀儡不断地碰撞 空 空 空 连续碰撞十几下 陆明借助强大的力量 向后飘退 退回安全区域 这陆明 到底是什么来头 好高的天赋 几乎每天都在进步 短短时间内 居然就从五黄八重 跨入五黄九重了 黄陵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段时间 黄陵的伤势早就痊愈 他也曾与傀儡对战 但进步 根本没有陆明那么快 领域到九级中期了 陆明微微一笑 其实在五天之前 陆明的领域就突破九级 然后吞噬大量的原石 一举将修为提升到五黄九重 现在 混沌领域 又有所提升 达到了九级中期 难道我天生适合厮杀 在厮杀之中 我的提升速度还真快 就连陆明 都对自己的提升感到惊讶 在生死厮杀之中 他往往精神高度集中 思维异常活跃 不管是武技 还是领域 领悟的速度 都非常惊人 到现在 风雷部已经被陆明修炼到圆满了 移动如风雷 速度快的惊人 现在 陆明在等一个契机 那就是明炼刺身 因为明炼刺身也快要突破了 明炼刺身 早就点燃了八盏精神之灯 现在 很快就要点燃九盏精神之灯了 只要明炼刺身点燃了九盏精神之灯 操控太极阵盘 威力点燃会更强 那时 才是它们出手的时候 现在 我的修为突破 应该能封印更多的圣兵了吧 陆明心想 然后开始修炼万兵诀 拿出一把圣兵 开始封印 陆明胸口 一个光点亮起 这一把圣兵 成功的封印进去 这是第十一把圣兵 当初的万天城 也就封印了十二把圣兵而已 还没到极限 继续 陆明又拿出一把圣兵 开始封印 不久之后 第十二把圣兵 封印成功 这时 陆明终于感觉到极限了 若是继续封印 肉身可能吃不消 青年一动 身上十二个学窍发亮 十二把圣兵浮现而出 悬浮在身体周身 这是什么变态 五黄九重 居然就能封印十二把圣兵 黄灵吃惊不已 对于陆明种种变态的行为 他已经麻木了 就在这时 陆明眼睛一亮 因为明练刺身 已经开始突破了 山河图内 明练刺身眉心 跳跃着璀璨的精神之火 金色的精神之火 旺盛无比 如神火在燃烧 头顶太极阵盘悬浮 不断有的光辉散落 涌入刺身的身体当中 刺身的石海中 八盏金色的精神之灯 璀璨无比 火焰明亮到极点 突然 第九盏精神之灯点燃了 冒出了金色的火焰 翁 太极阵盘散落到道光辉 涌入入明的石海 让第九盏精神之灯上的火焰 再快速的变得旺盛 变得明亮起来 这一刻 刺身身上 出现了一道道精神圆环 一共九道精神圆环 前面八道精神圆环上 都有十个光点 代表了圆满 唯有最后一道金色的精神圆环 有九个光点 只要等刺身点燃了石盏精神之灯 入明就可以以精神之火 结合明文 沟通天地法则 一举跨入半生第二阶段了 第1616章出战 明亮之道的修炼 在圣境之前 与武道完全不同 明亮之道 无需领悟意境甚至领域 明文 其实可以算作法则的简化版 明文 能够直接沟通天地 借用天地间的能量 所以 修炼到九集巅峰后 直接就能沟通法则 进而领悟法则 不过 修炼到圣境之后 明亮之道和武道 就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 毕竟 万法归原 大道同归 不管什么道 走到最后 都是一样 明亮之道 修炼到圣境的时候 同样也是明亮圣心 精神力转化为圣力 掌控法则 与武道疏同同归 这时 陆明露出了一丝笑容 看向黄灵 道 现在 我们出发吧 你可有把握 若无把握 我们最后直接冲出去 别把自己陷入险境 黄灵道 依然有些担忧 陆明的计划 可是杀万天成 陆明虽然突破到五黄九重 但真的能成 放心 即便杀不了 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 陆明一笑 显得非常自信 随后起身 向着傀儡大阵走去 道 你跟着我的步伐 严霸 陆明一步跨入 傀儡大阵之中 十几只傀儡 立马向陆明 发起了进攻 不过那些攻击 都落在空处 接着 又是一步跨出 黄灵紧随陆明之后 踏在陆明 现在踏过的地方 就这样 黄灵跟随陆明的脚步 踏在大阵的弱点上 轻松地穿过了 傀儡大阵 两人先后跨出洞口 他们出来了 陆明两人一跨出洞口 就听到一声冷喝 随即 三道可怕的气息爆发而起 锁定陆明与黄灵 特别是万天成 身上迸发出冰冷的杀机 你们终于出来了 黄灵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 可惜 你自己不懂得珍惜 万天成冷漠道 废话少说 万天成 你不是要杀我吗 一战吧 陆明大喝 气息爆发而出 一步踏出 大地轰鸣 他身上散发出十二个光点 十二把圣兵悬浮而出 每一把圣兵 都散发璀璨的光辉 战兵之气冲销 相互贯通 陆明随手握住 黑龙枪 一枪向着万天成刺去 十二把圣兵 给我死 万天成怒吼一声 身上同样浮现出十二把圣兵 他握住一把战剑 向着陆明斩杀而去 他的眼中 露出深深的极度 陆明居然也能封印十二把圣兵 要知道 他封印十二把圣兵的时候 可是达到半圣之后 当 黑龙枪与万天成的战剑 重重的轰击在一起 战兵之气不停的对抗 轰猛龙作响 陆明感觉 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向着黑龙枪不断的冲击 那是法则的力量 就算以陆明的九级混沌领域 似乎都要抵挡不住 嗡 黑龙枪震动 陆明的身体击退 向后连退五六步 万天成目光一冷 没想到 陆明居然能挡住他一击 只是后退了几步 而没有受伤 刷 就在这时 黄灵向着一旁冲了出去 拿离走 给我留下 赵狂与司马亮两人大喝 纷纷向着黄灵追了过去 正在急速飞行的黄灵 忽然停了下来 浑身火焰弥漫 沐浴在不死天皇火焰之下 他整个人 好像都化为了火焰 一声凤鸣响起 一支巨大的不死天皇 沐浴在火焰之中 从黄灵身体中冲出 在空中盘旋飞舞 空 空 接着那一片地狱 有大片的火焰弥漫 将赵狂和司马亮两人都笼罩进去 形成一个火焰牢笼 陆鸣 你要快点 我最多只能拦住他们三分钟 速战速决 黄灵的声音从火焰中传出 随后 火焰中传来激烈的轰鸣声 以及赵狂如野兽一般的嘶吼声 速战速决 哈哈 难道黄灵还指望你能杀我不成 万天成好像听到了非常好笑的笑话 疯狂大笑起来 杀 陆鸣没有丝毫的废话 他时间不多 一步踏出 直接发出了神剑诀 魔光如剑 轰入万天成的身体中 轰在灵神上 但万天成的身体 只是微微一颤 便恢复了正常 冷喝到灵魂攻击之法 可惜对我没用 这就是你的底牌吗 就凭这个还想杀我 我会让你们知道 你们是多么的天真 秋 万天成手持战剑 剑气如虹 另外十一把战兵之气加持到战剑上 让战剑的威力达到惊人的地步 一剑斩向陆明 灵神防御宝物 陆明眼神移动 很显然 万天成有灵神防御宝物 所以才能挡住陆明神剑爵的攻击 这也正常 如万天成这等天骄 有灵神防御宝物防御灵魂 很正常 毕竟灵魂攻击 防不胜防 如果没有灵神防御宝物 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杀 陆明在一次大喝 依然施展出神剑爵 虽然对方有灵神防御宝物 但神剑爵依然能起到干扰作用 同时 陆明手持黑龙枪 将一身真元爆发到极致 向着万天成杀去 轰 轰 两人连续对轰了几招 陆明依然被压在下风 这就是你的战力吗 还想杀我 天真 万天成冷笑 打击陆明 而他的攻击 却更加狂暴了 剑气如狂 陆明目光平静 这时 他的眉心发光 一座宝塔悬浮而出 轰 突然 宝塔上 有奇异的波动传出 在万天成身体周围 突然浮现出一个透明泡泡 将万天成笼罩在其中 时空领域 你有时空领域的宝物 万天成大吼 爆发权力 法则环绕己身 崩开时空领域的束缚 要破灭透明泡泡 不过 现在泡泡已经达到五黄九重的修为 身为时空领数 十强战兽之一 泡泡的天赋 是毋庸置疑的 就算现在年纪还小 也是非常可怕 天赋之强 完全超越了万天成这样的下等天灵体 所以 即便泡泡修为远远落后对方 但战力也不会差太多 万天成一时间想要破开透明泡泡 根本办不到 碰碰 路铭脚踏虚空 一手持枪 一手持剑 向着万天成杀去 持空领域 对路铭没有丝毫影响 同时 虚空泛起波纹 形成一道道可怕的时空之刃 斩向万天成 这也是泡泡在出手 第1617张力压万天成 万天成长效 十二把圣兵环绕周身 各种各样的圣兵都有 其中防御类型的都有好几件 每一届圣兵上 都有法则之力环绕 万天成以防御圣兵护体 同时挥舞战舰 与时空之刃轰击 与路铭大战 一时间 双方战成了平手 万天成的确很强大 下等天灵体 身如神兵 风锐无比 再加上万兵法则 破灭一切 路铭即便有泡泡相助 也只能与万天成大战成平手 这还是路铭突破了五黄九重 若是在五黄八重 根本不是对手 路铭与泡泡 吃亏就吃亏在法则上面 他们两人 施展的只是领域 领域与法则 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算混沌领域和时空领域再强 比起万天成的万兵法则 还是有些差距 当然 若是路铭在进一步 九级领域化为极致领域 那威力又会暴涨 压制万天成不是问题 空 空 双方不断的碰撞 静气肆意 转眼就是数十招 该死 这小子 战力怎么这么强 万天成心里怒吼 当初 初见路铭之时 路铭的修为 才五黄六重巅峰而已 在万天成眼中 是随手可杀的蝼蚁 但现在 才过去多久 路铭的修为 就暴涨到五黄九重 进展速度之快 连他都感到心惊 但是 一个五黄九重 他也压根不放在眼里 就算同为下等天灵体的天骄 他也能一巴掌拍死 但路铭 却应生生的凭借自身的战力 加上一座能发出时空领域的宝物 和他打成了平手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斩杀路铭的决心 不然 等路铭再进一步 突破半胜之后 他岂不是完全不是对手了 杀 杀 万天城的大吼 他的身体上 居然又有两个光点亮了起来 两个光点中 又飞出了两把圣兵 一共14把圣兵 14把圣兵的战兵之气叠加 威力更加强大 万天城 之前果然还有所保留 秋 秋 见光破空 泡泡的时空领域 隐生生的被万天城破开 同时将路铭击退 给我死 万天城大吼 眼中闪烁着惊人的杀鸡 向着路铭斩杀而来 混沌翻天印 路铭低语 放开手中的圣兵 手掌之上 出现了一尊混沌翻天印 路铭拖着混沌翻天印 直接向着万天城砸了过去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鸭响起 路铭与万天城身体同时一阵 向后退去 不可能 万天城心里狂吼 路铭居然还有绝招没有使用出来 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依然奈何不了路铭 这让他难以接受 六成威力的混沌翻天印 威力还是小了一些 路铭目光一闪 刚才 他施展的是六成威力的混沌翻天印 其实路铭现在施展万兵爵的时候 威力已经很强了 已经很接近混沌翻天印的威力了 毕竟 混沌翻天印 路铭才修炼到第四个层次 路铭施展万兵爵 奈何不了对方 施展六成威力的混沌翻天印 也不会强太多 但这样 万天城已经震惊不已了 碰 路铭身形一退 立马一步踏出 手掌之上 又一尊又成威力的混沌翻天印凝聚而出 混沌翻天印急剧变大 向着万天城镇压而下 给我破 万天城大吼 十四把圣兵环绕 规矩成一把可怕的剑气 逆冲而上 轰在混沌翻天印之上 轰 混沌翻天印震动 然后崩溃开来 而万天城手中的战剑 也是战兵之气溃散 后退几步 路铭 你奈何不了我 等到赵狂和司马亮突破了皇陵的阻拦 就是你的死期 万天城大吼 路铭眼神冷漠 没有出声 手掌之中 又一道混沌翻天印凝聚 向着万天城轰去 万天城竭尽全力抵挡 就在这时 路铭眉心发光 明恋刺身跨步而出 太极阵盘悬浮 一个太极图案浮现而出 向着万天城镇压而下 太极图案 有可怕的功伐之力和封印之力 面对太极图案和混沌翻天印的联手攻击 万天城终于不敌 被轰的向后飞出 在地上滑行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一口鲜血喷出 怎么回事 分身 不对 是同一个人 看着两个路铭 万天城震惊不已 同一个人 怎么会有两具身体 不容他多想 路铭主身和刺身 又向万天城攻来 之前 路铭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出动此身 就是要出其不意 一举重创万天城 你休想杀我 万天城大吼 十四把圣兵 环绕周身 他已经明白 不是路铭的对手 开始全力防御 不求有功半求无过 轰 轰 路铭的攻击 轰向万天城 万天城周身的十四把圣兵发光 环绕法则之力 全力防御 可怕的轰铭响起 万天城被震飞了出去 再次渴血 但依然被他挡住了 哈哈 你杀不了我的 赵狂和司马亮 马上就要脱困 到死死的是你 万天城发疯一般的大笑 脸上尽是猙獰之色 另一边 黄铭与赵狂 司马亮的战场 同样轰铭不断 黄铭所化的不死牢笼 眼看支撑不了多久了 是吗 鹿铭眼神依然平静 哗啦啦 居空震动 好跑出手了 一道道时空之刃 向着万天城斩去 当当当 时空之刃 不断地斩在万天城防守 在身体周围的圣兵上 圣兵剧烈的震动 嗡 这时 天空震动 一个大如山月的混沌翻天印凝聚而出 这一尊混沌翻天印 散发的威势 比之前的的混沌翻天印 要恐怖很多 石城力量的混沌翻天印 哼 这一次 陆铭用出了权力 石城力量的混沌翻天印 向着万天城镇压而下 万天城瞳孔急剧收缩 闪过一丝惊恐之色 挡住 我一定要挡住 万天城心里嘶吼 浑身真圆沸腾 仿佛要燃烧起来 他的灵体发光 法则环绕 他将全身一切的力量 都榨干出来 全部爆发出来 这一刻 万天城似乎进入另一个玄妙的境界之中 潜力被压迫到极致 这是法则灌体的感觉 只要这一次不死 无需一个月 我就能突破半生第三个阶段 法则灌体 万天城心里大喜 第1618章斩杀万天城 没想到被陆明压迫到极限 潜力爆发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只要找一个地方闭关一个月 他就能突破半生第三个阶段 前提是 他要活下来 挡住 我一定要挡住 只要再坚持一下 赵狂和司马亮突破重围 我就不会死 只要我突破半生第三个阶段 法则灌体 实力暴涨 到时就是他们的死期 万天城心里大吼 十四把圣兵发光 仿佛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层强大的防御 空 持成威力的混沌翻天印 镇压而下 空击在万天城的防御上 万天城脚下的岩石 直接爆碎 地面不断炸裂 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而万天城身体周围的圣兵 一把把的被震飞了 最后 只剩下几把悬浮在他身体周围 万天城脸色苍白 大口吐血 这时 刺身头顶 太极阵盘发光 又一个太极图案悬浮 在这一次 太极图案忽然发生了变化 那阴阳鱼居然分了开来 化为两把剑 一黑一白 两把阴阳鱼剑 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向着万天城斩去 两把阴阳鱼剑 威力惊人无比 万天城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 它勉强爆发鱼力 操控身边剩下的几件圣兵 想要抵挡 但几件圣兵 直接被阴阳鱼剑击飞了出去 阴阳鱼剑 继续向着万天城斩杀而去 不 万天城绝望的大吼 它刚刚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只要再过一段时间 它就能突破法则贯体 到时 在这百足战场 它将称雄 甚至连胜进强者 它都无惧 但现在 它却陷入了绝境 它是何其的不甘 扑 扑 阴阳鱼剑一斩而过 一把斩下了万天城的头颅 一把洞穿了万天城的丹田 将它的灵神击灭 万天城 死 空 舅舅在这时 一声津贴轰鸣响起 黄铃的不死牢笼被击破了 黄铃身体狂退 脸色有些苍白 嘴角挂着鲜血 简然 黄铃为了困住赵狂和司马亮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赵狂和司马亮 冲出了火焰牢笼 不过两人却同时后退 震惊地看着陆铭 陆铭 居然斩杀了万天城 一个五皇九重之人 居然斩杀了已经跨入半圣第二阶段的绝世天骄 万天城 这怎么可能 这大大出乎了赵狂和司马亮的预料 两人的眼神 民众无比 陆铭能杀万天城 也意味着能杀他们两人 一旁 黄铃看向陆铭的眼光 也是震惊无比 充满了复杂之色 之前 陆铭说要杀万天城 他完全是将信将疑 是抱着赌一把的心理 如果不能斩杀万天城 那他们就只有权力通伪了 没想到 陆铭居然真的能斩杀万天城 而且还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现在 轮到你们两人了 陆铭冷漠的目光 看向了赵狂和司马亮 两人脸色狂变 走 先离开这里 司马亮怒喝一声 身形向着山谷之外冲去 随即 赵狂也跟着司马亮 向着山谷之外冲去 他们虽然不甘 但不得不放弃 现在剩下他们两人 而陆铭和黄铭 也是两人 黄铭虽然受伤 但要挡住他们其中一人 更加轻而易举 而陆铭对付另外一人 那他们就危险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只能顿走 山谷内 只剩下黄铭和陆铭两人 黄铭有些警惕的看着陆铭 道陆铭 你的战力 还真是惊人呢 连万天成都能斩杀 你不会对我动手吧 陆铭的战力 太惊人了 由不得他不多想 陆铭若是对他动手 解决了他 就可以同时掌控轮回地墓的地图和钥匙 他的不死天皇体 虽然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但他也摸不清 陆铭还有没有底牌了 你以为呢 陆铭似笑非笑地看着黄铭 让黄铭脸色微微一变 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哈哈哈哈 陆铭大笑 而后道 放心 你之前在我没有突破的时候 没有对我出手 我现在 又岂会对你出手 我陆铭 又岂是那样的人 你受伤了 先聊伤疤 我也需要恢复 陆铭说完 便在一旁盘息而坐 拿出一大堆元石 开始吞噬恢复起来 不可否认 万天成确实强大 金兰击杀 刚才为了击杀万天成 陆铭已经是底牌进出 主身此身配合 再加上泡泡的帮助 才将万天成击杀 而且这一战 陆铭的真元 消耗也很大 剩下不足一半 明念此身将万天成的圣兵 和储物戒指收了起来 然后一步踏出 没入到主身之中 消失不见 黄铭剑陆铭在一旁恢复 暗暗松了一口气 拍了拍自己胸前的高耸 然后也盘息而坐 身上弥漫出不死火焰 开始疗伤 大约半个小时后 两人同时起身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陆铭道 然后向外而去 黄铭紧随陆铭之后 后 当陆铭他们来到那一片白骨之地 一只半圣及魔物嘶吼 向着陆铭扑杀而来 神门九封 陆铭双手一动 八扇封印之门浮现 将半圣魔物 阵封住 同时陆铭身形一动 一爪抓出 将半圣魔物的魔煞精 抓了出来 现在 这样普通的第一阶段 半圣魔物 根本不是陆铭的对手 陆铭可随意击杀 吼吼 接着 又有两只半圣魔物扑杀而来 其中有一只 达到了半圣第二阶段 领悟法则的阶段 陆铭叫触炮炮帮忙 以时空领域困住对方 然后轻易地获得了谋煞精 吼 一声惊天吼笑响起 一只巨大的魔物 散发恐怖的气息 向着陆铭扑击而来 浩瀚的圣威 扑面而来 圣镜魔物 陆铭眼神一鸣 圣镜魔物 绝非他现在所能敌的 就算他与刺身联手 加上泡泡 也不可能是圣镜魔物的对手 他的背后 阵域被浮现而出 急剧变大 那圣镜魔物嘶吼一声 露出金剧之色 转身就跑 不过 其他半圣魔物 也跟着撒腿就跑 转眼不见踪迹 陆铭颇为无语 用出圣镜魔物 跑了 就连半圣魔物也跑了 但收起圣镜魔物 圣镜魔物又杀过来 让他想要好好 猎杀一些半圣魔杀精的想法 泡汤了 第1619章百族战场深处 镇玉碑 边上 黄灵露出震惊之色 这段时间 他已经不知道震惊了多少次了 全部是陆铭带来的 陆铭身上 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 黄灵发现 他真的完全看不透陆铭了 陆铭寄出镇玉碑 两人轻易地通过了山谷 临近山谷外 陆铭收起了镇玉碑 过去了半个多月 山谷之外 还有少数人在徘徊 看到黄灵和陆铭出来后 眼睛一亮 但他们的目光看向黄灵 露出凝重之色 简然 赵狂和司马亮出来后 说了什么 这些人应该知道黄灵和陆铭 得到了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 滚 不然死 黄灵冷喝 身上流露出冰冷的沙鸡 那些人脸色大变 随后纷纷掉头离开 陆铭一笑 与黄灵 急速向着出口飞去 陆铭 我真的很好奇 你来自哪一个地级势力 飞在空中 黄灵好奇地问 我并非来自地级势力 陆铭道 不是来自地级势力 怎么可能 黄灵惊讶无比 不是来自地级势力 却有这样的战力 怎么可能 黄灵本来还以为 陆铭是哪一个古老宗门的天才弟子呢 陆铭一笑 也没有多解释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那条裂缝处 飞出了裂缝 不久 两人来到一座山峰之上 陆铭 看看地图如何 看看轮回地幕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两人这就可以前往了 黄灵道 好 陆铭点点 拿出那块玉牌 临时沉入其中 一扫之下 陆铭脸色一变 怎么样 看到陆铭脸色一变 黄灵连忙问道 恐怕我们找不到轮回地幕了 陆铭道 找不到 怎么回事 难道这地图 是假的 黄灵有些不甘得到 耗费那么大的功夫 才得到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 如果是假的 那就太打击人了 假到未必是假的 你自己看 陆铭道 然后真人涌入玉牌之中 一幅图案 浮现在空中 图案中 刻画着山川湖泊 显然是一幅地图 但是 这幅地图 是不完整的 很容易能分辨出来 这是一幅完整地图的一角 怎么只有一角 黄灵脸色有些难看下来 你看看你那把钥匙 有没有什么异常 陆铭道 黄灵连忙拿出钥匙 细细打亮起来 果然 他们在钥匙上 发现了一个数字 三 三 这应该是一个编号 这样看来 轮回地幕的钥匙和地图 不是一套 而是被分成了好些部分 只有将这些部分全部得到 才能找到轮回地幕 开启轮回地幕 陆铭道 很明显 他们得到的地图 是不完整的 钥匙 很明显也不可能只有一把 真是可惜 黄灵探道 只有一部分 根本没用 而其他部分 叫他们去哪里找 有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在这附近 有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出现的 陆铭问道 之前 我在游历的时候 遭到了本土之人的扶杀 不过他们被我反杀 我是从那些扶杀我的本土之人口中得知的 黄灵解释道 本土之人 路铭眉头皱了起来 道 很明显 赵狂 司马亮 万天成他们 也得到了消息 才会来到此地的 多半如此 黄灵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我推测 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有其他地图和钥匙出事 想要开启轮回地幕 恐怕要找这些得到地图和钥匙的人合作了 陆铭思索了一下 道 很有可能 传说当初千沙五帝得到的杀戮大地之墓 那时开启杀戮大地之墓的钥匙 也是分了很多把的 这一次 多半也一样 黄灵眼睛一亮 随即看向陆铭 道 陆铭我们去暗水城吧 或许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些消息 暗水城 陆铭疑惑 你应该还没有踏入百族战场深处吧 在百族战场深处 本土之人 一共建立了四座巨大的城池 分处四方 暗水城 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是百族战场最大的城池之一了 各大势力进入百族战场的那些最强天郊 几乎都会聚在这四座城池附近 能够得到轮回地幕的地图和钥匙 修为绝不会弱 所以 暗水城 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黄灵解释道 最强天郊汇聚之地 好 就去暗水城 陆铭眼睛一亮 痛快地答应了 以他现在的修为 在百族战场外围 已经没有什么历练的价值了 唯有深入百族战场 才能遇到更强的对手 张义豪 两人展开身形 向着百族战场深处飞去 一路上 也曾遇到一些年轻的天郊 但黄灵的气息展露 那些天郊一个个脸色大变 没有一个会不自量力地挑战他们 两人全力赶路 速度快得惊人 只是两天 前方就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远远望去 这座城池浩瀚如烟 雄壮无比 如一只巨大无比的巨兽 匍匐在前方 这就是暗水城 在暗水城城门之前 有一座巨大的湖泊 奇妙的是 湖泊的水是暗色的 看起来漆黑一片 在湖泊上 有许多身影 凌空而立 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年轻人 有男有女 但一个个气息强大 半圣 陆明一眼望去 这些青年 居然大部分都是半圣 甚至有些人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法则之力 很显然 是踏入半圣第二阶段的存在 只有少数几个 是半圣以下的 数量极少 好多高手 不愧是百足战场深处 最大的四座城池之一 陆明心里惊叹 一眼望去 都是半圣 而且都是天骄人物 和其壮观 空 空 湖面上 空鸣不断 两道身影在激烈交锋 湖水在可怕的进气下翻滚 激起尖层浪 一道红色的身影 和一道蓝色的身影 两人身体周围 环绕着法则 法则的力量 在不断碰撞 这是两个半圣第二阶段的强者 其他人 都在围观两人的大战 这是怎么回事 陆明有些疑惑 第1620章一脚踏碎 据陆明所知 每一座城池 不是都有修罗台吗 这些年轻天骄 怎么在此大战 陆明 岸水城 乃是百足战场最大的四座城池之一 坐镇在这座城池中的本土强者 实力也非常强 恐怕会有明圣境巅峰的存在坐镇 黄陵解释道 本土之人 由于从小生活在百足战场 所以适应了百足战场混乱的法则 一些天赋绝伦者 是能够修炼到道圣境的 不过 最强 也只能止步于明圣境 明圣巅峰 几乎是百足战场中 最强的存在了 明圣巅峰 太强了 依我的实力 如果对上明圣巅峰 恐怕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所以 在岸水城中 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动手 但是修罗台只有一座 完全是功不应求 所以 很多天骄 就会在城池外交战 黄陵接着解释 陆明点点头 这很好理解 城池之外 本土强者 可不会去管 陆明与黄陵的到来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许多人向着他们两人望来 大部分人看到黄陵后 脸色都是一变 露出凝重与忌惮之色 陆明暗想 看来黄陵在岸水城很有名 也很有威慑力 天灵体 看来即便在百足战场深处 也是可怕的存在 当然 也有很多人 看向陆明 露出差异之色 一个五黄九重之人 居然敢来岸水城 真是少见 但凡敢来岸水城的五黄九重 都是战力极强之辈 对自己的战力极有信心的 此人与黄陵一起 难道也是战力绝强之辈 这个 可不好说 有些战力不够强的 也会来此见见世面 一些人看向陆明 在小声地议论着 碰 碰 这时 有一个青年 脚踏虚空 踩得虚空 砰砰作响 来到陆明身前 身上弥漫出 五黄九重巅峰的气息 强大的气息 直接锁定了陆明 是黄七 这家伙 盯上了那个 五黄九重之人了 黄七的战力很强 以五黄九重巅峰的修为 曾与一个半胜第一阶段的 强者大战了一百多招 才被击败 看来他是剑烈欣喜了 周围 有人开口 抱着一种 看热闹的心态 五黄九重 赶来岸水城 想必对自己的战力 很有信心了 现在与我一战 黄灵圣女 你不会插手吧 黄七充满战意的 看着陆明 最后一句话 是对黄灵说的 随意 黄灵随意的 贪了贪手 向后退出几步 表示自己不会管 不过他眼中 看向黄七的时候 充满了怜悯 这个家伙 居然挑战陆明 还真是找死 要是他知道 陆明连万天成督展了 又不知道会是何等表情 你不是我的对手 陆明平静的开口 一个五黄九重之人 他根本没有丝毫兴趣 对自己没有丝毫的磨练效果 陆明连动手都懒得动 当然 他说的是实话 但落在黄七耳中 却成了陆明狂妄自大 狂妄 我连半生都战过 你一个五黄九重前妻之人 口气倒是不小 我是不是你的对手 一战便知 黄七目光冷了下来 身上的气息 越来越强 就在这时 陆明眼神猛然一冷 因为他感觉一道锋利之气 以可怕的速度 袭杀想他的后心 想也不想 陆明陡然转身 一拳轰出 当陆明一拳 轰在一把薄如蝉翼的长剑之上 可怕的全镜轰然爆发 一道身影凭空浮现 被全镜直接轰飞了出去 这道身影 身穿黑袍 整个人都笼罩在黑袍之下 只有一双眼睛落在外面 流露出惊骇之色 是千砂斧的杀手 有人大叫 抓 千砂斧的杀手 一击不成 施展身法 化为一道幻影 急速向着远方飞去 身上流露出极致领域的气息 这个杀手 是半生第一阶段的修为 与上一次刺杀陆明的两个杀手 相差无几 刺杀不成 就想走 我允许了吗 陆明冷漠出声 身上有风雷之气一闪 四来一声 陆明的身体 就冲了出去 像是一道闪电 滑破虚空 以惊人的速度 向着千砂斧的杀手追去 千砂斧的杀手 身法不可畏不快 迅疾如电 但陆明现在风雷部 已经修炼到圆满 加上有定风珠的能量相助 速度更加惊人 远在千砂斧的杀手之上 许多人只看到电光一闪 陆明的身形 就出现在千砂斧杀手的上空 然后一脚 向着千砂斧杀手踏去 这一脚 陆明施展了正欲天弓 他整个人 好像化为了一面巨大的正欲碑 镇压一切 空 这一脚 催空拉朽 破灭了千砂斧杀手的一切攻击与防御 然后重重的踏在对方的头上 碰对方的头颅还有身体 就像是一个西瓜 在空中炸裂开来 一招死 这个杀手也是天骄 上等地灵体 半勝第一阶段的修为 放在苍州 虽然进不了十大妖孽的行列 但也是十大妖孽之下比较强的了 但在陆明手上 瞬间被秒杀 来到百足战场几个月 不知不觉 陆明的实力已经得到了飞跃般的提升 炮墙的战力 四周 很多青年天骄 眼神一鸣 露出惊骇之色 陆明的修为 很清楚 是五皇九重前期 但却一招击杀了一个第一阶段的半勝天骄 这等战力 堪称惊人 在场的许多人 都是半勝第一阶段的修为 他们碰到陆明 恐怕也是这个下场 一些第二阶段 领悟法则的半勝 眼神都凝重无比 又是一个天灵体 有人民众开口 天灵体 即便在这百足战场中心的暗水城 都不是很多 每一个都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天灵体 可不是大白菜 一抓一大把 一些气运不强的地级势力 可能一个天灵体都没有 如仓中 就没有天灵体 据陆明所知 云地山 也没有天灵体 而此时 那黄七 已经完全愣住了 你 还要再站吗 陆明的目光 看向黄七 淡淡的一句话 让黄七面红耳赤 我 我 黄七我了个半天 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下车 待会儿 我 晚上 我 隔击 我 就 我